周五,被告人墨西哥贩毒集团头目伊斯梅尔·萨姆巴达·加西亚 在纽约的一间法院对贩毒指控表示不认罪 五年前,他的合作伙伴希纳罗亚贩毒集团联合创始人华金·埃尔查波 也在同一间法院被判有罪 在布鲁克林美国地方法院法官詹姆斯·赵主持的听证会上 萨姆巴达对所面临的17项重罪指控表示认罪 其中还包括洗钱和持有武器 照法官下令将76岁的萨姆巴达监禁等候审判 检察官弗朗西斯科·纳罗瓦称 萨姆巴达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毒枭之一 辩护律师弗兰克·佩雷斯没有反对检察官将萨姆巴达监禁的请求 身穿灰色短袖衬衫的萨姆巴达没有说话 只是通过翻译用是或否来回答法官的问题 7月25日 萨姆巴达与埃尔查波的儿子华金·古兹曼·佩洛兹 一同在新墨西哥州的一个机场被拘留 这是美国执法部门的一次重大改变 随后萨姆巴达被带到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 在联邦法院对另外几项贩毒指控表示不认罪 在美国司法部要求他先在布鲁克林接受审判后 美国地区法官凯瑟琳·卡多内在上周将他转移到布鲁克林 布鲁克林案件始于2009年 涉及泛运·芬泰尼的指控 萨姆巴达将于10月31日出庭 鲁克林案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